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 春节年假结束 台北市春节期间的交通公车停车收费调整方案将从明起恢复正常 提醒民众原本在2月15日至2月20日暂停收费的路边停车格 以恢复正常收费 过年期间若连日占用车位 记得尽早驶离 此外原本在年节期间得以展颜的交通违规罚单 明天也得缴纳完毕 台北市因应连假 在2月15日至2月20日期间 出席门光华木炸商圈等热门商圈景点周边停车格以外 其余市区停车格都暂停收费 但从21日将恢复收费 继承车的20元春节加承运费也从今起不需再多给 而春节期间17日至20日减半行驶 搬据延长两倍的台北市连营公车也恢复正常行驶 交通事件裁决所则表示 在2月15日至2月20日到期的交通违规通知单 应碰上春节假期自动展颜 但只展颜至2月21日就必须缴纳 另外应春节假期不提供缴交酒驾违规罚还服务 车辆遭脱掉一制的民众于2月21日上班日起 以可节清改案罚还后 至车辆保管场缴纳车辆移制费及保管费 并将车辆领回 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更提醒 2月21日同时是台北市中小学106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学日 警察局建于往年开学日 学校附近人车潮增加 亦造成交通冲击 以要求各分局就辖内中 校学校门口 家长接送区及周边道路重要路口 规划交通书岛 轻务派遣远景 执行交通书岛 路况查报及取缔 违规停车 既增派交通书岛 岗位73处 动用警力72名 1.5名 全力维护学校周边道路交通 至血域学同上 下学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